全世界画面中 多名男子在骑楼下相互斗殴 两方人马大打出手 互不相让 当街上演全武行 甚至沿途不断奔跑 把马路当成自己家相互追逐 甚至不顾车道的来车 直奔对向马路 随后又狂奔回骑楼下 继续斗殴 事发在上个月30号晚上10点多左右 台北市中正区罗斯福路三段 原来双方会发生冲突 是因为原本两派人马中 有两人骑机车相互对撞 行车纠纷之后 两人互相落人 原本双方已经决定不出手 没想到另外一方人马来得太慢 一到现场就动手打人 于是当街打成一团 警方获报后 抵达现场压制 最后警方一共将12人依群聚斗殴罪送办 即日台北综合报道